這個真的是耐人尋味 也耐人尋味 照道理應該是賴清德 來做這個所謂坐鎮國內的工作 不過很清楚了 這個蔡英文跟賴清德在這方面 沒有像蔡英文跟孤立雄那麼 那麼much 那麼much 所以他不信任賴清德 沒有一直很密切共識 這樣講的合理 包括說曾經這個賴清德 如果在媒體稍微曝光一下 蔡英文身邊的核心幕僚 就會告訴那個媒體老闆 少報一點 那個媒體老闆就把賴清德的新聞 盡量的減少 這事情都發生過了 那現在他實在是 千萬的不得已 讓賴清德扶上了檯面 本來民進黨當主席不姓賴 姓鄭 好不容易丟給他 然後也沒辦法了 因為情勢失去控制了嘛 應該說是在這一次的 2022年的選舉 賴清德才有出現的機會 因為民進黨大敗 他才有出現的機會 所以兩個沒有互信 他當然不可能這個時候 叫他去作證嘛 那也就是本來孤立雄要陪他去訪問的 那這個時候孤立雄只好 乖乖地在國內作證 那這個是完全不合體制 趙燒剛跟陳富雄的批評 絕對對 那先上一次我在這個 另外一個友台的時候 我就講搞什麼名堂 不對 不對體制 你要叫這個副總統 去叫國防部長做什麼事 還有一點道理 你叫國安隊秘書長 他是幕僚 他不是首長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蔡英文可能有點情急之下 也沒有辦法 但是這個應該批評他 下不為例 應該 那對於這一次的安排 也讓人家覺得說 那顯然的賴清德對於 國防外交真的很外行 而且真的機密公文看的不多 接觸的不多 蔡英文也不給他接觸 所以才造成說 你平常都沒接觸 我交給你不是很危險 所以這個也 本來沒有要他選 你不要講那麼白好不好 可是人家現在是人家選 是不是 來不及了 因為他以前的機密公文看不多 一下子沒辦法上手 來不及了 這個東西 我們台灣的體制不太對 我覺得蔣經國顯得心胸就很寬闊 我印象中 李登輝剛當副總統的時候 真的很多的國安的議題 剛開始的時候 李登輝也沒有參加 外蔣經國發現不對 就叫李登輝在旁邊學習 所以李登輝是有很長一段時間 在那邊磨練這些內內外外的問題 所以後來看起來比較上手一點 那其他人包括陳水扁那一好 這個 這個 就很糟糕了 他一上來 有點國外亂搞一通 最後還惹怒布希總統 那個實在腦筋有問題 你不需要去觸怒任何你最好的朋友 或你最大的敵人都不應該去觸怒他 這是我們台灣設身處地之道 但是 我也擔心孤立雄 他雖然整天在磨練那些 國防外交的事情 重要的情報都要經過他 他畢竟不是那個專業 雖然已經磨練多久了 兩年了吧 磨練兩年了 那好吧 就算說你這個 天中英明 一學就會 希望他這段時間 不要有太出格的狀況出現 這樣也不好 特別是如果說 大陸上有一些言論的時候 還是要低調比較好 特別是不要講一些 什麼猖狂的話 這一點是我倒比較提心吊膽 不過他當過律師訓練這麼久了 應該知道什麼事該 什麼事該做 什麼話該講 這應該 應該有個基本的分寸才對 那如果說 因為他在立法院打詢 被立法院激個幾句 講了一些比較暢秋的話 那對台灣來講 就非常的不利 所以雖然說我樂見蔡英文 這也是出訪去擋住了麥卡錫 來台灣訪問 但是也不希望說 他這個趁這個機會 其實要做一些政治上 說我推進台灣 台獨進程 表示有做出重大的貢獻 那這個情形 就不符合目前台灣 當前的利益了 好這個蔡英文顯然 比較信任顧力雄 讓他留守在家 可是賴清德 畢竟人家是要選總統 甚至有可能會當總統的 你這樣給他排除 在國安體制外 也不太好吧 那同時呢 因為現在 蔡英文已經出發了 展開民主夥伴共融之旅 途中過境紐約 洛杉磯都會舉辦 這種大型的僑宴 聽說搶位子搶爆了 民黨美東黨部主委 莊振輝說 本來喬燕只租700人的場地 不夠啊 一路加開到800人的場 還是爆滿 總統要來 大家都很興奮 很想要見總統 那當然肯定啦 兩邊一定會拼場的 尤其看到馬英九 在中國大陸的訪問 昨天去南京總統府 一樣被大陸民眾 遊客擠爆了 人氣很高 大家就嗨喊歡迎馬英九 好先請教這個亮哥怎麼看啦 對啊 這個孤立雄坐鎮國內 大家都說不合體制 可是小英就幹啦 他就硬幹啊 孤立雄據我了解是 那個場合是因為 大家發現那個 去的名單裡面沒有他啦 那結果記者就跑去問他嘛 說你怎麼沒去啦 那他就順口一句說 我留守啦我要看家啦 他是這樣講 那當然人家 明明就有人在可以當家可以看家 有啦第三孫位也是行政院長 對啊 第二孫位是副總統 他那個看家沒有說他第二大啦 他沒有那個意思啦 可是人家當然就會想到賴清德嘛 不過我們鄭元兄講那一點也對啦 就是這個國安事務當然 對最具體的情況 顧立雄一定比賴清德更進入狀況 事實上國安會如果是重要的會議 賴清德也是有參加啦 可是細節他不可能都知道嘛 怎麼可能 公文不會經過他 不會經過他啦 不會知道 事實上據我了解 國安會以前還有李大維處理外交 然後軍情的部分是顧立雄在處理 那現在李大維都不在啦 對 竟然變成林佳龍嘛 可是林佳龍好像要跟著去美國嘛 對不對 所以兩個人總要有一個人留在台灣吧 那林佳龍也常剛到總統府秘書長 所以當然就是顧立雄啊 這個就是現實狀況 那這個也意味著 他也擔心會出事啊 你怎麼知道大陸 真的擔心 你怎麼知道大陸不會做動作 對不對 難講 那大陸如果做動作 那坦白講目前兩年來 最進入狀況真的就是顧立雄啊 不然還有誰呢 這也是現實狀況啊 所以 我覺得蔡英文的個性是蠻小心謹慎的 所以他的稿不會出格啊 那可是坦白講 蓬佩奧跟麥卡錫到底會講什麼 沒有人知道 那大陸是在乎美國對台灣的待遇 還有態度嘛 還有定位嘛 所以我覺得 因為共和黨主導的場 所以我認為民主黨的官員 大家在想說 去那邊被你設計了 那我乾脆就不要去這樣 會有這個 我覺得是有這個味道 對 所以本來可能 民主黨的官員本來像 Kirk Campbell 那是台灣的好朋友啊 他有可能會去的啊 那Kirk Campbell現在如果去 那你是不是代表白宮啊 就會有那個味道 然後如果蓬佩奧在台上吹牛 那你怎麼辦 你不能當場反駁 那就會很尷尬嘛 所以我覺得才會有 目前傳出來的這種 種種奇怪的氛圍啦 就說 我們這邊也不知道蓬佩奧會怎麼弄 那所以顧力兄你在家裡看著 萬一有意外 總是要處理嘛 那第二個就是 民主黨 他自己也做了一個處理啊 那我就不陪你們了 你們自己去玩吧 我覺得又有點這個味道 那至於那個七八百桌 那個沒什麼啦 我們僑胞很熱心的啦 總統場你看去年韓國瑜 那個也是bad的 對啦 那都會張羅的啦 那個倒沒什麼 都要把場面給撐出來一樣 而且難得一次嘛 對不對 我也去過南非啊 南非嘛四五十桌 那四五十桌比這更多啊 對啊 這個七八十桌啊 這個六十六十 對 可是這是美國耶 美國啊 對南非都有那樣子啊 我們台灣人很熱心的啦 你去東南亞也是嚇死人的 不是啊 南非人沒那麼多啦 是啦 所以南非至少要乘以三倍 美國南非三倍啊 多得多喔 我去南非那個時候 南非只剩下一萬人 只有一萬人 本來有五萬 然後後來因為治安不好 都跑掉了 都跑去美國 我去的時候最差的時候 南非都有四五十桌 所以美國應該要更多 應該不只 是啦 可是那個場地 因為場地他說只 對啊場地問題 如果在洛杉磯辦 事實上可以辦一千桌 可以在馬路上搭流水席 流水席 加州的台灣人太多了 海荒鮑魚乾貝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質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TI714 想要折扣喔